我們巡視今天講了一個講座 主要是關於離婚和家事法的事情 離婚是當然希望大家不會遇到的問題 但是始終都有人有離婚的需要 我們有幾個 為什麼要申請離婚 離婚在香港主要是可以單方面申請和共同申請的 單方面申請就有理由 理由主要都是有幾個 最簡單的就是分居一年雙方同意 如果要分居一年 如果你說分居超過兩年的 其實單方面申請就可以了 可能包括家庭暴力 可能是有或者不給家用 行為上的賭博那些 可能是對子女有一些不好的行為 也包括了遺棄 通姦 很多原因就是我們需要對方有些行為上的事情 令到申請方是不能繼續 跟她維持這個婚姻關係 就有不入居行為 如果這個是單方面申請的 另外也真的有共同申請離婚這件事 共同申請離婚通常我們就 如果是不入居行為就不會用共同申請的 如果是那些已經分居了一年 雙方也同意那些可以選擇做共同申請 這樣吧 離婚案的司法管轄權 香港就不是說是人都可以在香港離婚的 我們就 離婚也不是說一定要在香港結婚才可以在香港離婚的 基本上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結婚 基本上都可以只要你證明到一個婚姻關係 都可以在香港離婚的 但是剛才也說過 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香港離婚的 要是其中一方是以香港為居住地 又或者是在香港是有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關聯 這樣才可以在香港離婚的 那就是說如果你說 沒有啊 如果不是說只是說你是香港永久居民 就自動可以在香港離婚的 又不是的 那麼 只要你申請離婚那一天 你是要想著在香港作為居住地的 那就是你可以在香港離婚的 又或者是 但是如果你說我是拿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但是我在離婚那一天 我是在外國啊 或者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居住的 那 要看情況了 有可能呢 就是申請你可以提出申請的 不過去到一半的時候 可能法庭會提出一些提問 那如果你解答不到的話 是可能離婚案件是未必能夠繼續的 那 接著就是 結了分多久才可以申請離婚 那 就 法律有規定 結了分呢 是頭過一年呢 他又不是說不讓你申請離婚 但是如果你結了分是不夠一年的話呢 你要提出來分的話呢 你要得到法庭的准許才可以提出的 那 那基本上呢 唯一的理由呢 就是不入理行為的 那 如果你說其他那些分居一年兩年那些 那當然是已經是 結了分超過一年之後的了 那就不需要特別法庭的准許 必須說明提出離婚的原因 那當然要 那你在離婚的申請書 那裡呢 就一定要 指明過 離婚的原因的 甚至呢 是 分居一年 分居一年 分居兩年 以及不入理行為呢 各 法庭呢 是有各自 是有規定的 離婚申請書的版本的 那就必須要 就是 在那個版本上面呢 要跟足它 如果不是呢 就 有機會呢 被人打回頭的 或者是去到一半的時候呢 就是 有可能呢 法庭要求你修改 才可以繼續離婚的 那是否需要請律師 那香港沒有一條法例 是要求申請人 一定要聘用律師的 但是呢 我們都會覺得 就是離婚呢 都可以是一些很複雜的事情來的 就算我們 律師自己去 處理呢 都 不是說 就是可以 就是 就算律師樓做一些離婚的事情 都不是說 可以那麼 就是 可以走走走走走 很smooth 那樣的 那 中間呢可能都會 法庭可能有些很丟轉的提問 那一般人呢 也都未必去 去 解決得到的 那 我們都建議你 盡可能都找律師的 那但是 當然了 明白律師 找律師可能要 有收費 那 但是呢 香港政府呢 就有法律援助的 那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 過到那個資產審查的話呢 你離婚呢 就 基本上是符合法援 就是法援一般都會批的 那 只要是跟離婚有關的事情 就是 如果是 資產方面是 不夠的話呢 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那法律援助 一般都會批的 那 當然批要時間 如果你說 很緊急的 那 你就跟法律援助署說吧 另外一件事叫做家事調解 那 那 調解這件事呢 其實已經是我們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來的了 那 你是可以尋求家事調解的 你 離婚之前 可以去做調解 離婚 申請離婚之後 在中間 即是去到中間 只要一個 法庭未判的時候呢 都可以去做調解的 那 那什麼叫做調解呢 那 調解就是 就是有一個 你要雙方就聘請一個調解員 那 調解員呢 就是一個中間人來的 那 那中間人就 嘗試呢 就去跟你們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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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呢 一起開會 那看一下有沒有 辦法呢 是可以將雙方那個分期呢 是縮到最少的 那 有很多人呢 就是如果一個成功 很成功的調解呢 就是說 去完調解之後呢 就 雙方就沒有分歧 大家完全可以 就著各樣的問題呢 都是去 同意了的 那你都即時可以簽了一個和解協議 都可以的 我們都見過的 那 調解呢 就當然了 調解是有費用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法律援助的話呢 法律援助是會包括調解的費用的 那 關於家事調解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明白呢 待會其實可以提問的 那他什麼時候才取得到最後的判例 那 其實離婚是一個很長的程序來的 那 那 要看回就是 說 大家那個 過程呢 還有看看你們的 如果你說 沒有子女的 也都沒有任何的資產要分配的 那就這樣要離婚而已 那這樣就很快的 那些事情 就是說 就是 在一個離婚裡面 要處理的事情 就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 子女的扶養權 財產分配 那 還有那些 生活費的支付 那些 那如果 這些事情是 是 和解不了的 那 要法庭作出判決的 那要 事情都要排期做的 那 有些人呢 離婚可以打幾年 官司呢 都還沒完的 那 但是如果你說 不是啊 大家已經談好了的了 或者去調解那裡已經是 搞定了 簽了和解協議的 那 我們一般呢 我們經驗呢 就是可以在一年之內 都可以拿到個判令的 那 所以什麼叫判令呢 就是 就是 如果解決了 我剛才說 撫養權 財產分配 和 生活費的 的 問題得到解決的話呢 那 法庭呢 就會出一個 暫准離婚令的 那 暫准離婚令之後呢 就 等六個星期呢 就可以出一個正式離婚令的了 那 一日 就未出正式離婚令呢 都不當你是離婚的 那 那就是說呢 一日 法庭一日 未出 正式離婚令呢 那 如果大家 是想 復合的 那 都還可以說 取消個離婚申請去復合的 那 但是呢 一出了正式離婚令之後呢 婚姻關係就 永久性地去解除了 那 如果大家說 我要復合的話呢 真是 真是 不好意思了 就要再重新去申請結局分的 那 那 那 就是如果沒有什麼爭議的 一年左右 那如果你說很多爭議的 真的要看看那個爭議是什麼 那 可以是很久的 那 那 就是 一會兒是有個 發問的時間的 那 其實呢 就大家 如果是 需要就著 離婚的事情 問的話呢 其實可以 提出的 我想問一下 他們就這樣按一下 可以問的 舉手 就是 你們會知道 OK 那 關於離婚的 就大概是 剛才我講的事情 那 另外呢 那 離婚的 離婚就是其中一個法律程序 那 是離婚背後呢 其實我講的 其實呢 是 離婚是 就是 建基於一些法律的 體系的 那 我們主要是有個家事法 就是 就是那個 離婚的法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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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法裏面 就是裏面的東西呢 離婚只是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 那 我們 就是最近 就是關於家事法的事情 那 我們就是 這陣子呢 其實是有一些 就是 和家事法有關的 一些 我們叫做 一些 topic 我們都是 都在社會上 都有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也有些人在討論 那 我們也想在今天 和你分享一下 那 那 其中一樣東西 所說的呢 就是個 離婚的一個協議 那 離婚的協議呢 那 就是 就是 主要可以分開很多樣 可以分前立 又可以分後立 那 這些都是一些協議來的 那 就是說 有些人 就是因為外國其實現在都很行的 就是說 在分前 因為現在的離婚率都挺高的 那 那個 那個意思呢 就是說大家呢 就 就是 在 離婚前 總之一日未離婚之前 就 大家定一張合同 就是說 萬一離婚的時候呢 是 怎樣處理財產 這樣 那 那 這個 這個 婚姻的協議呢 就是 分離的協議呢 就不是說 好像一張合同 那樣的 雖然是一張合同 就是 是一張 是一份法律文件 是一份合同 但是呢 不同一個補充 不同一個補充商業合同 不同一個補充商業合同 你補充一個商業合同 你補充一個商業合同 在這個離婚裡面呢 法庭呢 是有絕對的權力呢 是去處理 雙方的財產啦 還有是 子女撫養權啊 或者是那些 生活費啊 怎樣支付啊 那這樣 那這樣東西呢 就 你不可以呢 就用一個協議呢 去繞過法庭的權力的 但是 那這個案例呢 也有這麼說 就是說呢 法庭呢 是會參考這些協議的內容 去作出判決的 那參考的內容之餘呢 法庭也都會參考就是說 這份協議怎樣定下來的呢 怎樣定法的呢 這樣定的時候 會不會是說 有一邊是 就是 那個權力很大啊 或者它會是 好像很威逼的 另一方去簽啊 那這樣 那很多 就是很多事情都會 作出考慮的 那 那變了呢 就法庭說會 考慮啦 那就是說 這個就很重要了 法庭會考慮 那就是說呢 有 就好過沒有了 有 就法庭有的 有些事情去考慮嘛 沒有的 就沒得考慮啦 那你法庭就 跟回它以往的做法 去判 去判 那變得相對來說 如果大家 如果是 對於 就是 說 今天就 就是 沒有事沒有幹 那不知道 將來 會不會離婚啊 那樣的 那如果離婚的時候呢 有希望 就是 大家有 可以協議到 就是說 萬一離婚的時候呢 有些 哪些事情 是 想 想 想 在個合同裡面定立的 就是 那 有些人呢 就 可能是 有些 家族的生意啊 這樣子 就不想說 離婚的時候呢 就要把這些 這些家族生意 要去裡面 賣分錢給對方 那樣 就是 很多時候都有的 或者可能是 家裡有些 組屋啊 那樣 那如果 如果定立協議 那一刻 對方又同意 是說 不claim啊 那這些其實可以寫 到協議那裡的 那 我們都會建議呢 就是 如果有得定立這些協議呢 就 盡量都定立啦 這樣子的 那 那 定立這些協議呢 就沒有得申請發援的 那 就 就是 當然也沒有說 沒有規定說 你一定要找律師做 代表你啊 又要 那當然 因為律師就要有律師費的 那 但是 就是我們都建議 建議在 就是 未打官司之前呢 如果大家可以可以協議到呢 你省下的錢和時間呢 一定會更加大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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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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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說一下子女的撫養權 探視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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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當然 離婚當然是不好的 那如果有子女的 那 那 離婚就是說 雙方之後會分開居住 那 那 如果有子女的 子女呢 就 怎麼都要跟其他一個住的 那 但是會跟誰住的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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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呢 就是 那 就是 如果年幼的子女呢 通常就會跟媽媽住的 那 然後 另外 另外 另外的配偶呢 就有 就是 合理探視權 那 那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會看 很多原因的 就不是說 說 事必是這樣的 那 那 就是有些情況下 媽媽的行為 或者是 那個生活環境 是 如果真的不適合照顧子女的話 那 就是另外 那邊是可以提出申請的 那 這件事情是沒有一個 可以很絕對的 就是現在 就是每一個個案子都不同的 就是 沒有一個很絕對的 辦法去處理的 那 就是我現在只可以這麼說 就是 一般來說 年幼子女 扶養權 就是 就是 一般就跟媽媽住 那 那 但是如果年長一點的 就是如果子女去到 就是 就是 可能去了一個地步 可能八、九歲 他自己都懂得說 說 他自己 他自己想跟誰的 那 有時候法庭是會參考 他們自己的 那個意願的 那 就是 就是這樣說 就是沒有一個 就是沒有一個 很 就是很清晰的 就是每一個個案子都不同的 那 要看你們的個案子是怎樣的 那探視權這件事的 探視權呢 一般來說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事沒有幹的 通常我們 會說 如果子女會跟其他方居住 那另外那方就有一個 合理探視權 合理探視權 即是說大家 談談他 怎樣探視法 那 沒有說到 沒有規定 即是不會寫到很實的 那但是如果 大家都嘗試過 work out 不到呢 就可以回到法庭呢 要求法庭呢 就判一個 一個 詳細的探視權 那 就是包括有些 什麼東西可以寫下去的呢 那包括就是說 可能一個星期見幾多日 見幾多日啊 包括 例如這個星期 要去對方那裡過一晚晚的那些 那 那 會不會是說 就是一年多的長假期裡面 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是說 就是 就是 在幾個長假期裡面的 會 會跟不同的 配偶去 一起生活一段時間 那樣也都有的 那 那 一般來說 法庭就不想說 一開始就去 判一些 那麼 就是這樣寫清楚 那樣的 但是有時候如果那個案子是有需要的話呢 就是 如果你能夠說 說 究竟 就是 為什麼大家是 就是 無法行為 那個 探視權 那樣呢 那 那 法庭也要處理的 那 有些情況下 如果是有些家庭暴力的 背景的 那 甚至呢 我們有做過呢 就是說 規定呢 那個曾經施暴的那個 那個配偶呢 就不可以單獨見子女啊 那要有社工在場啊 甚至是可以規定他們呢 要探視的時候呢 就要去社工的辦公室那裡做 都有的 那 那 香港現在都有些 那 那 這方面的 社工或者是 前線團體呢 是會提供一些地點呢 是給有需要的人呢 去做探視 那 都這樣的 那 但是這個呢 就是 有需要才會考慮 當然就是 那 看看你們的個案子是怎樣的 那 配偶之間的資產分配 那 那 法例呢 已經有一個案例呢 基本上呢 就說了呢 就是說 配偶之間呢 呢 資產分配的起點呢 就是一半一半的 那 但是 我們當然啦 這麼說啦 其實也會考慮 除了是 起點 就是這個是起點而已 那 但是其實我們 就是 配偶之間 是資產分配的 最好大家商量它啦 但是 就大家商量不行的時候 你要去法庭申請呢 那法庭會怎樣判法呢 那法庭就會 考慮那個 那個 結婚的年期啦 就是說 喂 我結婚一年 然後你要 分別人一半身家的 那這個 有些困難的 那 那麼 也都要看一下 就是會考慮 就是 那些 資產是 可能是誰賺回來的 那又或者是 會考慮就是 會不會有一方呢 是為了照顧家庭的 那就 就是放棄了事業的 那樣子 那 那 就是如果有一方 因為家庭放棄了事業 在家裡照顧子女 還有要打理那個 家務 那樣子的 那法庭呢 就都會 考慮到 他這方面 是一個 對家庭的貢獻 那 變成了 都會 會 判一些資產給他 那樣子的 那 那 配偶之間的 資產分配 是一個 很複雜的問題來的 那變成 每一個案子都不同的 嗯 子女的資產分配 子女其實是沒有資產分配的 是不會的 嗯 就是分配資產呢 就只會 如果家庭有層樓這樣分 都是 就是丈夫太太這樣分的 就不會分一些給子女的 那 就是 配偶分了 分了資產之後 日後怎樣給子女呢 這個你自己決定的 那 但是呢 就有生活費這件事的 那就是說 如果有一方 就是 就是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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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呢 就會有生活費 配偶的 看一下 那個配偶 有沒有生活費的需要 那 就是 通常呢 就 有收入那方 就要 就是 如果一方有收入 一方沒有收入的話 那其實呢 都會是 很大機會呢 是要 預料是要給生活費給對方的 那 就是 我們另外有些案件 我們都要特別講的就是 就是 如果有人 是 就是 在拿中援的 那 可不可以說 哎 我拿了中援 政府養了他 就是 我們這樣 行不行呢 那其實呢 法庭就不是 那 就是我們 如果有案件 就是說 就是 爸爸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 媽媽呢 就搬了出去 和子女 然後拿中援 然後呢 然後呢 大家呢 就說 協議離婚 爸爸一個錢都不用給的 這樣 那不是 原來呢 不是一定可以的 那 法庭呢 是會 就是會看得很清楚 爸爸賺多少錢 一個月 這樣 為什麼他一個錢都不用 為什麼要政府養光呢 為什麼他一個錢都不用給的呢 這樣 不是說你們雙方 就是 就是 和解 跟著就 就是這些和解呢 要得到法庭的批准的 那我們的經驗呢 就是有時候 這樣的情況下呢 法庭是會 怎樣都要爸爸呢 每個月給一點點錢出來的 那 爸爸每個月給一點點錢出來呢 那 但是呢 對於拿中援那一方呢 就有影響的 因為呢 就 爸爸給了錢出來之後呢 那 就 就是 就是 命令人每個月給了 例如兩千元這樣出來的 那你的中援呢 就即時被人扣了兩千的了 那 爸爸是不是真的給了兩千元出來呢 你收不收到錢呢 不一定的嘛 那 到時候呢 你要慢慢去追討回來 那樣的 那 那都是幾麻煩的事情來的 那 這些 其中一些案件 那其中 就是其中一些案例就是這樣 那 那 我都說每個案件都不同的 所以 不知道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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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調教我剛才都講過了 在離婚過程裡面你可以去做調解 調解呢 我們都可以講清楚會是什麼 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的話 香港所有的宗教團體在宗教的體系裡面 都有他們自己的婚姻調解制度 其實一般都可以在你自己的宗教裡面去做的 如果一些沒有宗教的... 為什麼有些人寫一些東西下去呢? 這裡有... 我的鏡頭也有...很有趣的 我們看到有人就好像有些提問 是不是說婚愛情等等的? 婚愛情呢? 這個當然是一個離婚的理由 就是等於我們所說的通姦 如果你證明得到的 這個絕對是一個離婚理由來的 但是婚愛情對於... 子女撫養權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是有的 有的 例如... 媽媽的走了去跟別人同居的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 就是... 那兒女是不是要跟著媽媽 就跟另一個人一起生活呢? 就不一定的 變成到時候另外那個配偶呢 是有權跟法庭提出申請 就說給子女跟回另外一個人的 那... 就是... 也都是啦 如果... 跟著那個... 就是如果子女跟爸爸的這樣 爸爸就去跟別人同居的 或者是... 那另外一個配偶也可以提出申請的這樣啦 分外情和資產的這樣有沒有影響呢? 那... 這件事情呢 很多人都有誤解的 就是說... 啊... 你... 這個配偶說... 哇... 他出軌喔 那他沒理由還得到資產的這樣 但是這件事情呢 很多人是... 就是你的感覺可能是這樣 但是在法律制度裡面不是的 資產分配和... 還有在婚姻裡面對還是不對呢 有沒有分外情呢 其實是沒有關連的 就是說呢 我們在作出資產分配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來說呢 就不會考慮到對方... 是有沒有出軌啊 對... 誰有沒有做錯事啊 這樣子的 就是... 出軌那方的人呢 一樣是可以申請資產的 一樣有得分的 除非呢 那麼法庭呢 就有... 那些案例裡面呢 就留一個後著的 就是說他就說 除非... 那個行為呢 是極度惡劣呢 那麼法庭才會考慮... 就是在資產分配那裡 考慮給... 會不會作出調整啊 這樣... 這件事情呢 極度惡劣呢 是... 好... 很難證明的東西來的 那麼... 總之你預算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呢 就是... 有沒有人出軌 有沒有人通姦 還有他拿不拿到資產呢 其實是兩樣不同的東西來的 如果我們留一點時間給大家提問啊 那麼... 大家可以開咪問問題的 等一下陳律師會留時間給大家的 那麼如果有想提問的呢 可以在那個Zoom上按一按舉手啊 好不好 是啊 那有人在鏡頭上舉手是不是 有一個按鈕可以按 是啊 他是不是要按個舉手按鈕呢 好像說要的 可以自己開咪的 我現在... 大家可以... 有問題可以開一開咪 那就問一問吧 是不是有人想問啊 我看到有人舉手 但是... 這個鏡頭舉手我... 我聽不到你的聲音的啊 剛才誰舉手啊 我按個開咪給你 可能大家不會按 我看到美美好 是你開咪啊 咦... 砍一砍啊 是不是OK啦 聽到了啊 現在 你好啊 陳律師 是 我想問有關一些寮屋的... 寮屋其實是一些... 屬於算是家族性樓低屋來的嘛 那麼在一個離婚的情況下 其實寮屋有沒有得分的? 那這樣東西呢 就要看... 要看回那樣是什麼來的 就是如果你說你是一層樓有樓契的 那當然是有一分啦 那房子沒有樓契的 政府的 政府的那你要看回... 通常如果政府的屋呢 是會... 它本身有個離婚的政策在那裡的 例如說你是公屋的 這樣... 公屋呢 如果你上房署的網站 其實有看到... 就是說它... 在一個公屋政策裡面 已經有預算是有人離婚的 那麼它就會說離婚的那個是怎麼樣呢? 我們看到的資料就是... 始終這個是政策來的 就不是說是法例來的 那麼要看回最新的政策為準的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例如它會看一下... 就是原本那個... 看一下哪一邊的子女會判給誰的 可能就是... 就是子女判了給那個人的那一方 就可以留下來啊 另外那個人就可能要去... 有可能重新輪候啊 或者是去申請... 申請過啊 但是又給它排快一點啊 這樣子的 那這樣東西呢 你找回你的區... 找回你的區的房屋經理問 就會好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說撩屋呢 我是真的... 就是應該是一些... 政府給個... 是不是給你一個 license 給你去... 在哪裡去... 搭一間屋那些是不是 是... 那你要問回... 你真的要問回... 一定有一個部門去管理你那樣東西的嘛 就是它應該每年有些... 可能每隔幾年要逐一次... 那個牌子那些什麼東西 那你一定要問... 你一定要有個部門去處理... 去對口的嘛 你要問回對口部門呢 如果我離婚的時候... 那間屋怎麼辦呢 是這樣的... 當然大家是可以協議的... 就是你可以協議... 就是誰搬走啊 誰留在那裡... 又或者甚至你可以協議... 就是大家繼續在那裡居住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法庭判呢 就要看回你那個... 那個... 那樣東西是不是一些... 可以判出來的東西呢... 因為那一條屋呢... 對方是沒有名字的... 那但是法庭都有機會會判到你們說... 離婚之後大家在那裡居住這樣子的... 是有這個機會的... 一般不會的... 除非你們大家協議或者在那裡居住的... 但是如果... 如果沒有這樣的協議的話... 那些法庭是不會主動判你們... 大家在那裡居住的... 但是就是... 說看看... 誰要搬出啦... 那你搬出那裡... 那他... 就是... 如果有一方要搬出的... 那他就要賺錢呢... 在外面租房啊或者什麼的... 那到時... 就是在財產分配啊... 和生活費那裡的話... 就會計下去這些... 計上這些需要下去... 那是會有影響到... 是... 是... 每一方... 哪一方是可以得到多少錢啊... 多少資產啊... 多少資產啊... 這樣子的... 嗯... OK... 那些海外的一些資產呢... 是不是其實是香港... 的法庭或者律師是處理不到的... 就是... 例如... 內地這樣的資產... 香港法庭呢... 對於一個離婚呢... 就...就有... 就是如果你符合到香港法例... 關於離婚的那個... 司法管轄權的話呢... 我正在說啦... 如果... 如果... 是一方是以香港為居住地... 或者是... 跟香港有一個... 很... 重要的聯繫的... 而是... 大家也選擇了在香港做離婚的話呢... 香港法庭呢... 是會處理海外資產的判令的... 但是... 香港法庭判了... 是香港法庭判的... 但是... 你始終那個資產... 如果在那個地方的話... 例如... 香港法庭判了... 這個... 這個... 海外資產是歸其中一方的... 但是... 問題是... 如果那個資產... 是不在香港的... 那麼... 你拿到香港法庭的... 那個... 判令... 那麼... 你去到那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執行的話呢... 那就要看回那個地方的法例了... 就是... 就是... 現在... 如果你說內地的話呢... 是... 剛剛是... 通過了一些條例呢... 就是說... 香港和內地呢... 是互相承認對方的... 關於婚姻方面的判決的... 但是這個是很新的法例來的... 我記得好像... 好像是... 我想都... 通過了... 但是... 但是那些細節那些... 好像是... 是... 還未正式做得到的... 那麼... 那... 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需要的話呢... 你看一下...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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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要明白呢... 香港判... 判就可以判給你... 但是... 都... 實際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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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到... 資產當地...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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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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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來的... 就是... 執行上就... 不一定是... 法律上可以幫到... 有時是... 我... 我... 我想問一個問題呢... 是... 如果... 一層樓... 內地的樓... 大家都有名的... 那... 大家都... 同意賣... 那... 但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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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價格那麼低... 不買... 其實他心根本就不想買... 其實這些問題是否處理不上的... 都不是的... 你... 其實... 就... 不是... 處理不上... 是处理得到的... 就是... 即是... 如果你... 去... 如果你真的要打官司... 那... 你這樣要打官司... 那... 你... 法庭真的要判給你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 由於另外那個人,那個人在香港 那個人在香港的話,你就要遵守香港法庭的判令 其實我們是可以要求在多少天之內要怎樣買法 或者用一個在不少過某個價錢的情況下出售 就是關於出售物業資產的東西,我們其實是有些東西可以做得到的 還有我想問一下,那個內地的資產就不是兩夫婦那麼簡單 另外還有一個人的,而這個人又要怎樣去配合才可以做到 如果你這麼複雜的話,你牽涉到第三者的權益 那你怎樣去逼第三者去跟你一起買呢?那這件事你要跟他們談的 談不上的話,法律也是很難處理的 我不想,我不是說,第一,我沒有看過你任何的文件 我回答不了一些這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你可能要給文件看一看的 我可能會答得清楚一點的 但如果你這樣說,我聽起來,你的物業有三個人的 那你怎樣,那個人,變成你也要尊重另外那個人的權益 你怎樣可以,你兩夫妻離婚,然後你怎樣,要逼她 逼她有賣,要陪你一起賣 那些文件呢,在另一半那裏,他收起來了 那你在,沒得說收不收起來的 在一個離婚的過程裏面呢,你是可以要求 一個命,如果他不拿出來的 那你可以要求一個,可以申請的命令呢 是要求對方披露這些文件的 就是由離婚,然後請律師開始才可以要求她披露這些文件 那你一般你都要提出一個離婚申請才能做到的 如果你又沒有離婚,你又不是打算離婚 那這樣說吧,始終就是說那個 其實有很多途徑你可以拿到這些資產的 例如你,這些資產的資料 如果你說是你那個資產的持有的人 那應該有一張房產證的 如果這些是內地的 收起來了 收起來了應該是一人一張 如果那個,我又不是內地律師 我是答不到關於內地的法律的 不過呢,我以我有限的知識呢 就是說,內地的房產呢 三個名字的,有三張房產證 每天一張的,那應該有一張在你那裡的 那如果你說我沒有的,被人收起來了 那你就報室自己再拿過一張 只要你上到去,親身去到那個資產所在地 那些國土局那些 你可以去申請一張給你自己的 那這些是一些行政上的問題 那至於你說資料的 如果已經離婚之後的 那你在那個離婚的訴訟裡面呢 你可以要求去法庭呢 去命令對方披露的 那這個一定做得到的 好,請說 是不是我啊? 是啊 是我啊? 我想問一下,如果離婚的話 那個臭佬會不會拿到我的錢啊? 當然會啊 一樣同等拿到我的錢啊? 是啊 男女平等的嘛 哦,這樣啊? 那我們也都真的會發生的 不是說只是女人可以拿男人錢 男人不拿女人錢這樣東西不成立的 好的 謝謝 那當然啦 真的要離婚的 那你究竟財產分配那裡呢? 大家都要考慮 我們建議你們作出和解 去談哪些資產歸誰的 那如果就是 談得到和解到的 那就不用考慮那麼多 我不是說一些樓宇啊 我說說我自己的錢啊 私幾啊 沒有說私不私幾的 就是你到時候呢 大家都要作出一個叫做資產披露的 就是說所有在你們各自名下的資產呢 都要列出清單出來給法庭看的 蛤?這樣啊? 是啊 忍他 哈哈哈哈 這個你自己決定的 我沒有給你意見 哈哈 儘量和解吧 不離婚就更好 沒有其他人有問題啊 可以開麥克風說喔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其實今天講座差不多了 另外呢 那個講座我有錄影 那遲些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經過我們回碟那個網站呢 我會剪一剪輯之後呢 會放回上網站到的 那就陳律師 你需要不需要做個總結 如果沒有總結我們就差不多是完結我們今天的講座的了 嗯 是啊 再說幾句吧 那就是 那就是 主要就是離婚那裏呢 就是你說 其實可以去是很複雜的事情來的 那 就是我們一般呢 就建議真的 如果可以呢 就拿法律 就是做任何事情之前呢 應該拿法律意見的 那 就是至於你說 律師費那方面呢 就是 那 律師當然要收費 那但是呢 就是我都說香港有法援制度 那盡量呢 就 如果你 例如說你 你 那個資產那裏是不太夠的 或者是支付律師費有困難的 那一般來說呢 都是可以拿到法援的 那其實香港政府呢 是會幫你支付的律師費的 所以其實呢 就是 不要說 就是不需要擔心 那 那我們也要留意到呢 市面上呢 就是你查離婚那樣呢 你去Google一查呢 其實它市面上有很多呢 不是律師樓的事務所呢 但是就說幫你去做離婚的手續啊 那樣呢 我們就不建議你們去找 因為那些呢 其實是 就是他們是沒有資格去給法律意見給你的 那一般來說呢 我們就不會建議你去找一些 不是律師樓的人呢 去幫你做一個離婚啊 那樣的 那 至於哪些是律師 哪些不是律師呢 你去香港律師會那個律師名冊 一查一查就看到的了 啊